然後我去跟導演碰面 導演就殺人說他那裡頭髮 然後導演就說 那不然你試試看看染白髮 我自己會一直把他抓成 是一個有點像喜劇的黑道角色 所以是變得太好嗎? 變得太好 可能有一點 用他神經質嗎? 對對比較神經質 比較易怒 對我們就有點像 染白頭髮之後 那個時候有去找籤啦 然後他們家人看到我 一開始也是不太 就被淘汰他們的意思 這種他們也會 就是帶著一個角色跑來 或是覺得你有失覺的思想 為什麼就要變來 為什麼?不要被他講這張 因為我們這支拍戲比較寫時好 所以長了一些年齡 就是這件事 兄弟們 兄弟 剛剛拍戲的有什麼好嗎? 就是那種原本應該先叫喬 然後有可能Action 然後我跑被這個就不見了 然後他已經衝過去了 然後就跑到對面去了 因為他可能 我們昨天晚上跟大哥出去的時候才剛弄完 那你今年是很特別的 今年啊 就是要當爸爸了 所以過年有什麼計畫呢? 過年啊? 你有沒有想過去那個什麼月中一大光 幫人家先幫你 先練功 過年就是會跟千娜一起 然後因為他還是要回台中 可是他爸爸還有兩個小朋友 所以除夕應該千娜會在台中 然後我在大年初一就會趕快去找他 這樣子 那些人的懷疑狀況 穩定很多耶 對 肚子 大家如果下次有機會看可以再仔細看 肚子才變明顯 對 就是現在 每天都會稍微再進步一下 剩幾個月 五個月 所以我已經分開新年月份了 你說除夕耶 現在其實還在調 還在調 其實他很顯會有辦法不及 當然啊 當然 所以可以理解 然後我也不希望他現在就放寶 然後一直放 那上次你 你這裡面有頭髮嗎? 有頭髮? 亮一些 飄亮一些的 你說白色的頭髮 白色是你自己想來吃 其實有一點不得已啊 對 疫情 對 因為疫情前 我拍了大概兩場 然後我那時候是長頭髮 然後因為疫情一結束之後 我就拍了另外一個作品 然後他就是需要頭髮很短 然後所以我 一說 啊那個美食物件我們要復拍啦 然後我去跟導演碰面 導演就傻眼了 那你頭髮都不太短了 這也不能怪你 因為這中間大概其實就八個月 對啊 就快一年了 對啊 然後 我就跟導演講說 抱歉 那 因為還有討論過戴假髮 的這個選項 但後來 對啊 後來想想 然後導演就說 那不然你試試看看染拍法 然後 一染完之後 導演就 下了一個決定 就是把 開 就副拍前面拍的那兩場 整個重拍 對 然後我也很感謝導演這麼 願意 大刀破斧的 做這樣子的決定 因為對我來說 這樣子的預算 一定會比原本還要再增加 然後 但我確實也因為 染這個頭髮之後 我就跟導演討論說 如果一個角色 他會染這種頭髮 那他的個性 可能會要 再比較跳一點 所以這個角色 才會開始往 好像有一點 好笑的 兇殘 我自己會一直把他抓成 是一個有點像 喜劇的黑道角色 所以是變態 變態 可能有一點 又很神經質吧 對對 比較神經質 比較易怒 好醜 對 我們就有點像 戴假髮會不會那個氣勢 起過兩個日子 可能 他自己都出戲吧 咦 這是誰 對 因為我自己覺得 就是演員沒有辦法放鬆 當然我也很尊重那些戴假髮 比如說宮廷戲 他們可能就不一定要戴假髮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寒單這個角色要戴假髮 我自己會覺得很卡 因為頭皮會一直被拉著 但有時候 結束之後不會馬上回家 然後我就會頂著白頭髮 在外面走 這樣 然後 所以 大家一看到美食物間 就會 揮香起 我那個時候白頭髮的樣子 就是喊單變成平常人的樣子 在外面 所以路人看到是嚇到 就真的會直直點點 就是 因為我妝髮又很完整 然後就這種頭是這樣子 就撐一下 就撐一下 然後 但是我覺得那個 因為看起來可能真的比較 不像 就比較想要被大家看到的感覺 所以 大家也會覺得這個不太穩定 或是有問題 或有攻擊性 染白頭髮之後 那個時候有去找籤 然後他們家人看到我 一開始也是不太 就 真的是 美套戰鬥的衣服 嗯 這種 他們也會 覺得帶著一個角色 而跑來 或是覺得 你有思覺思考在 為什麼 為什麼 不要 不要講這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說你家人家一起床 的話會辦什麼 不是 幸運的話是辦什麼 那不幸運嗎 不是 那就一個小子 對 因為他現在比較不舒服 然後大概就是先放音樂 然後開始教他 然後知道他今天的流程是什麼 提醒他一下 然後開始跟他聊天 然後開始想像是 情緒會有明顯的活動嗎 現在不會 會特別互相體諒 然後最近有沒有疼他 我自己是覺得因為 現在兩個人現在的狀況就是 互相在需要的時候幫助 然後加上我們現在也有一個 一起的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可以好好現在這樣照顧他 是我覺得我應該做更 我自己很開心 因為我們這支拍戲比較寫實 所以要找一些連念 就是真的是 兄弟們 兄弟跟拍戲有什麼好看 其實他們也很專業 我們是不是每個戲都一 怎麼又是你 對啊 他們也會自己說 欸 上次歌你記得嗎 所以 上次空中 在那個橋下的時候 那個也是我 喔 是你啊 太專業了 他們這固定幾個人都會出來 也不會 他們其實很多都蠻熱衷拍戲的 其實他們都蠻知道現場的感 對對對 他們其實很愛拍戲 但我也會想想練習 他們很愛 他們很愛 但我覺得因為他們 他們都很專業跟 其實都知道拍攝鏡頭啊 鏡位啊 這一場拍什麼地方啊 可是我覺得比較麻煩 是要跟他們解釋 我們兩個角色的關係 他們就說啊 那就是不同公司的 我就說沒有沒有 我們同一間公司 我就說啊 那所以是你們下面不可 我說對是下面不可 可是為什麼我又好像很尊重 然後就會 因為如果一個一個 要這樣解釋 會這樣講一陣子 跟黑道溝通會緊張嗎 很怕說錯話 被砍之類的 哇 一開始可能 但後來發現他們人的超好 會不會就是跟他們訪問之後 就說 欸以後我照你們什麼之類的 他是不會這樣講 但是他會說 欸以後沒過要拍戲的話耶 照我怎麼講 我就說 回去幫你開車啊 為什麼 他們真的會這樣 上癮啊 好 就是他們很熱情 但是 幫你開車喔 沒有 他當然是很客氣 他可能不好的意思是說 我可不可以出道 我可不可以出道 可是因為我們很清楚嘛 就是真的是 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可能覺得拍戲 欸就像你們這樣 對不對 每天大家都是兄弟 哇先吵架 然後再談判 然後幹嘛 好像跟我日常生活 沒什麼這樣 其實不是這樣 就是拍戲也是很多樣 但是他看到的可能就是這個 比較片段 他可能想要更深入了解 但問題是我們也不可能 他可能在他的組織裡面 公司裡面 他也算是歌 然後我們還請他幫我們開車 那是像話嘛 那也不對啊 對 所以我們也是 就是抱著一個 就是大家彼此尊重的角度 去跟他們教育 對 他那個人聚嗎 還是會 因為他們 畢竟不是專業 他可能還會覺得說 你這樣拍不對啊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怎樣 欸你不要這麼快啊 我們這個需要先講話 然後再那個 好 所以他會跳出來 大聲講 也不是他會知道說 這一場要吵架 或是這一場準備要動手 他們 情緒就起來 他們那個感覺又來 對對對 就是那種原本應該先叫囂 然後有可能 Action 然後我旁邊那個就不見了 然後他已經衝過去了 然後就跑到對面去了 因為他可能 因為他可能昨天晚上 跟大哥出去的時候 才剛弄完 嗨 大家好 我是吳宗憲 傑季物憲哥來了 我是乃哥 我是徐老林 我是小孩子 我是家瓶熊 我是小孩子 我是小孩子 我是孫晨 我是孫晨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廖伯雅 我是艾薇 我是孫晨 我是孫晨 我是林真益 我是孫晨 我是孫晨 聖誕跨年 又到了 聖誕跨年 要出來哭了嗎 想要獲得我的聖誕跨年交換禮物嗎 V紅的話呢 有準備的禮物要跟大家交換一下 用點心思 用點情感準備的 厲害啦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馬上下載娛樂新聞APP 馬上下載娛樂新聞APP 如果是上三類新聞網 添加投票 請到三類新聞網 來投票參加 就有機會獲得我的交換禮物喔 加入我們的交換禮物喔 加入我們的交換禮物 我的禮物非常好喔 很健康 很有Feel的禮物喔 趕快下載 助於得獎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生日快樂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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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